简单一些些啦 OK 那其他当然还有其他方法 我觉得其他方法可能会太 太困难了 像还有什么争议集里面你会发现 他这边有那个 争议集里面有 Excel的争议集 还有什么呢这么多了 还有什么COM争议集 这个实际上就用那个Visual Studio里面的那个office的方式写 那个太 对各位来说可能太太太困难 那其他 你电脑里面的争议集会自动启动的就这一些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打开来看看有一些程式码所以没有没有保护来可以看得到 那最早以前是有所谓的那个 聚集病毒 其实以前聚集病毒那所以刚刚启动的时候有个聚集安全性对不对 他预设是停用 会 会有一个通知 但是如果你不想说这么麻烦 你干脆把它改成启用所有的聚集就算了 为什么因为 我们这边电脑都会还原了其实也 不用担心有什么聚集病毒 而且聚集病毒已经非常久没看过了 很早以前有这个东西了 但是现在几乎是已经绝机了 为什么 因为office他预设的 权限就是会停用 所以写那个也不会有什么 也没办法启用 病毒也没办法散播了 所以我还蛮心意你干脆改这个 比较简单 因为如果你在练习的时候可以把它打开来 这样的话呢 他就不会说一直有什么聚集中断那个问题发生了 OK 好那刚刚讲的主要就是 如何把你的那个 方选 可以做一个 另存成那个 增义集 将来的话就会出现在这里 OK 那 刚刚还没讲完的就是那个 成绩函数 跟成绩函数的多重 这个地方怎么做的 那基本上逻辑 大概会有几个 一 请各位 一样是到那个 这个这个地方 插入一个什么 方选 成绩函数 那等一下我们就把这两个完成好了 那 再请各位试试看 你可以把 刚刚的保护也可以取消 另外的话 还可以把那个 增义集 如果你要把它取消掉 也可以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个 制定函数里面 有关就是这个 一幅这个逻辑函数里面的 这两个函数怎么做出来的